男子花十几块点外卖 备注外卖员必须喊他爸爸 不然就投诉还要给差评 外卖小哥当场气得花抖 但他换来的却是平台对他的惩罚 那么这件事情最终如何解决呢 姚师傅是某平台的外卖小哥 一年四季无论风雨都穿梭在城市中 但有一天却接到了这么个顶单 顶单备注上明晃晃的写着 希望姚师傅在送餐上门时 能够叫他一声爸爸 不然就给他差评 姚师傅一看当场就快要气炸了 心想虽然自己赚的是辛苦钱 但自己的尊严是绝对不容许被侮辱的 于是就向平台反映了问题 并且拒绝给这个人配送外卖 但也就是在他向平台反映这个问题时 嚣张男子还不时发来信息 要求姚师傅赶紧把他的外卖送 而且还要满足他的特殊癖好 否则就会向平台投诉 他一直给我发信息 发到一些就是侮辱的词 你车面也有 因为男子的垃圾话说的太难听 就连姚师傅都看不下去了 所以就保留下了一些截屏当证据 我都去了发斗针了 我说哪啥能有这样的人呢 我喝酒都喝好多了 然而姚师傅也没想到 最后平台还是扣了他十块钱 这就让姚师傅更加气愤 所以他才找来了媒体 希望调解员能帮他解决这个问题 他就扣我一千块钱 我也不给他送 你这咋说啊 让敲门喊爸爸 没底线了是吧 在姚师傅的截屏中可以明显看出 男子态度不仅十分嚣张 还是一个道德低下的人 试问就点一份外卖 为啥就需要十三份餐具呢 可见不少商家也一定吃过他的亏 而姚师傅还说 他的好几个同事都接到过类似的单子 上面还嚣张的写道 他每天最快乐的事就是为难外卖小哥 他认为外卖员就是不值得尊敬的 正在此时 另一个平台的外卖小哥录过 他一眼就认出了这个人 还说自己也接到过这个人的单子 不过他一看到备注就把单子给转让了 而且据他所说 他的平台就没有扣他钱 看来该男子也是专挑软柿子捏 结果就捏到了姚师傅头上 而在记者采访其他棋手时 他们也对该男子的订单记忆犹新 当时看到这种单子的时候心情肯定不好啊 他的备注是特别的恶心的人啊 别说是外卖小哥看不下去 就连调解员都感到生气 于是他从小哥那里得到了该男子的手机号 但该男子却在此时当起了缩头乌龟 电话根本就打不动 无奈之下调解员只能与平台取得了联系 最终经过平台的核实 对姚师傅的处罚已解除 扣除的十年前也回到了姚师傅的手机中 一众棋手表示 他们平时遇到了太多的客户 大部分客户都很理解外卖小哥的辛苦 但就是一小部分人会提出过分的要求 在姚师傅看来 平时让带个打火机或者必须送上门的要求 他能满足就尽量满足 但像该男子的行为他实在是接受不了 最后平台方面也表示 像类似客户提出过分要求被罚款的 何时候就会撤销处罚 如果棋手们再碰到客户有侮辱人格的话 可以直接选择报警处理 不过很多网友们还是认为 这对棋手们太不公平了 像这种不道德的客户 平台就应该将其拉进黑名单 让他永远消失在平台当中 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 每个行业的人都值得尊敬 而在日常生活中遭遇了不公 我们每个人也都应该拿起 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让道德败坏的人无可遁形